北区第一家南寮非盈利幼儿园最近正式开学 共有四个班120位的小朋友们在教室跟着老师上课 带动跳或是玩积木 新竹市政府为了落实幼教政策 也满足家长托育的需求 透过非盈利幼儿园的成立 快速增加幼儿托育的名额 也减轻家长们迫切的需求 那南寮过去在南寮国小有一个附设的幼儿园 那这个空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那我们透过了跟学校的一个沟通 沟通南寮国小之前 我们李阿丹校长的一个协助 那将这里原来的幼儿园的班级书 进到南寮国小 那把这个空间腾出来 来做一个非盈利的幼儿园 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有新的伙伴 加入我们协助提升新竹在地的 孩子的教育工作 看到市长林志坚从窗户外面走进来 小朋友开心的大声问候 南寮非盈利幼儿园启用 市长林志坚也陪着小朋友玩拼贴 希望贴出色彩缤纷的风筝游戏 那透过了这样子公私合营的方式 来打造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崭新的 非盈利幼儿园 那在南寮非盈利幼儿园呢 未来有四个班级 将提供120个元额 我们相信对于整个南寮地区 这个幼儿的教育 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益助 那未来新竹市政府 还会持续在在这个工作上 持续推动 不过跟市民朋友大家报告 两年多来的努力 我们已经增加了916个元额 也就有916个孩子可以受惠 那市政工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们会继续努力 非盈利幼儿园是由公部门 提供场地设施以及设备 透过政府采购法模式 结合具有教保专业的 优质公益法人 由政府与民间协力办理的幼儿园 办理精神在于弱势优先 以及成本价营运 低于私立幼儿园的收费标准 让家长们在考虑幼稚园的时候 更多了一份新的选择 台湾新竹林彦斌 采访报导